我的这一盆 度下成光的重拌冰淡子 现在不行了 一般来说我们突然遇到植物整盆枯萎 这就是一夜之间就彻底降枯萎 第一要从水分来分析 是否干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每天都会给它浇水 第二是不是病虫害 这个虽然有一点点那个白粉丝 但不会造成整株枯萎 第三 是不是积水烙了 这个是很多人植物突然整盆坏的原因 就积水导致的烂根 我查一下发现是烂根了 因为我这个是刮在高处 然后加上之前两天都在云天 然后我就看不到它土的情况 也就大意了 然后就跟它浇水一直倒浇水 然后今天再来看 这土还非常湿泥 还可以捏得出水来 所以它烙了烂根了 另外平时还有 这不突然死 原因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温差变化 像我这边温度很好 不可能的 因为18度到18度 20多度都是它 适合的温度 所以这个原因也犯不上 还有真菌感的 因为我这土是有消毒 有使用过 然后还渡下成功的 所以这个肚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我们都就是 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的 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 也有分什么热感冷感 酷味只是个表象 就像感冒流BTA 只是个表象 然后具体原因 还有具体分析 但是不要以为这样 整盆就要把它全扔掉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酷味的治疗 接下来泡水硬挺之后 用来扦插 说明又可以挽回一些小苗 所以已经听清楚了吗 然后基本就是几个原因 然后就赶紧救它吧 这是我给它倒出来的样子 看下它的根性 烂了吧 我的判断是真的没错了 因为自己浇水习惯 是自己最清楚的 而且这水都 还非常试开呀 能挤出水来呀 没错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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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